新北市自闭镇 适应体育推广协会所举办的篮球夏丽营 家长的参与也是相当的踊跃 因此有家长的陪同 孩子可以更安心 学习效果也更好 内容暑假期间 爸爸妈妈特别抽空陪着主轮 一起来上篮球课 因为有家人在一旁陪伴 自闭镇的小朋友会更有安全感 也更有学习的动力 来运动其实大部分都要半推半就 运动这部分其实 我们家长如果能够一起陪他 来做这个运动的话 其实孩子他会更有动力跟动机 那同时有时候 爸爸妈妈也会下场 稍微陪伴他一下 那他也有一个安全感 过了暑假之后 就要升小六的主轮 体型较为瘦小 因此除了篮球 爸爸也鼓励他学习舌板 希望克服孩子 在先天发育上的缺陷 再转一个弯 快快快快点 再转弯哦 好容易哦 舌板在他的操控之下 感觉到非常的得心应手 因为其实舌板 我自己有上去玩过一下 我发现他其实除了是平衡之外 还有腰力跟扭力的一个平衡 所以因此我觉得说 如果小孩子要接触运动 我们要让孩子去尝试 不用怕危险 那只要父母亲在旁边看着他 然后一些运动的一些配备齐全 那我觉得我们家长 应该多让自闭症的孩子 来参与这类的运动 透过运动以及各种学习 启发孩子不同的潜能 也能让更多人 看见他们不同的能力 记者陈明慧里面会 三重采访报道 会让我们要休息一下下